六班馬信用是婚姻官最重要的忠告文化 在在國的婚旗行的六班馬過路 更加是身為國家認定的民宿信用 每年也將在東南町的新駐留住到一年 幾個天 典型的信仰 也將說大臣昂大 並且將聖母請到新駐留坐在 也將會在25個 基本聖母第幾定位既勝 前幾天有這麼多立民都來到三天 希望將這天留團百年的忠告文化 會帶來努力順利正確 問一年都親 數萬人參加的六班馬過路外島 明年是輪到東南國的新駐留來裁六班馬 今天就由今年六班馬的路主 以及志願來到後悔大政的公司 供應老父母來到東南國的新駐留坐頂 為了再來大廟的意思做準備 我剛才聽聽聽聽聽來的 我剛才是 我剛才在大地去 後來就夠花兩天 後來就超過十九點五十點 這個中間夠花兩天 到腳手時都在這裡 我們這裡大家都來跟我們做五工 整理人 大家都來跟我們到腳手這樣 好好 在大廟的紅大 在後來講 一群志願媽媽就開始做紅骨粿 包括暖粿、寶頭、蒼粿、蒼粿、甘蔭 今年到南國新駐留少爐 就向六班馬給了430斤的紅骨粿 要讓信長拿回去吃平安 給430斤做起來 3千多月 就要讓我們成功力 大家的進度 大家來拜來拿回來吃平安 六班馬的紅骨粿 聽說他在做的時候 要他用重骨粿 還要讓六班馬加持過 所以他的紅骨又好吃 還要請平安 流團三百多年的六班馬信用 其中六班馬的過路是 分臨地区重要的宗教活動 每一年的過路活動 都是臨散臨害 現在這項宗教信書 也已經比頂樓為國家重要的民宿活動 當初點內 一樣 比較過去 就請說 我們正中 他提到時跟我們的土地公 可以來協助我們六班天上聖母 要來用這個 基本這個黨套的電力 黨套的電力 之後才開始說 來特別說 明年度的紅骨粿 要安全用 來建設 比較的 比較利益 為著紅骨粿的地基定為意識 典型信仲特別設立 臨時的徒弟 來競逢老父母 並且在命裡 也會準備 插槽的平安餐 讓信仲來享用 為此 到南國新出料的老爸媽團隊 也歡迎民眾 可以到達到老列 希望未來的準備工作 可以順利的進行 記者創聖林 彩虹報道